不知道大家是如同能夠認同 剛剛李明賢的分析 國民黨反正病入膏肓 到那個家戶病 反而靠馬飛在維持生命了 但是重點是2016真的是 民進黨天下會再度的指正嗎 那麼民進黨希望 現在就在蔡英文的身上 蔡英文要談2016很難 但是接受週刊專訪內容 簡單為大家摘入在這裡 看到這樣的內容 是不是他當然是會首度暢談 2016表示他準備好了 那麼第一個講到2016 講到蔡英文一定要問的 叫做兩岸的論述 那兩岸論述她說 時間到了我就會講 而我一旦講了 就會做得到我的習慣是這樣 那麼蔡主席的習慣是什麼 鄭主任你比較清楚嗎 其實你去看新週刊的 跟聯合報今天的報導 大概談判大概是蔡主席 過去她認為她比較擅長 而且她比較喜歡的一個領域 那你去看這幾年 馬總統或國民黨執政的 兩岸關係 為什麼搞到張顯耀會被 他們用泄密罪去辦 那就是說你兩岸關係不該講的 不能講的你都亂講 然後就算說當初2012在選舉的時候 兩岸從政治議題變成經濟議題 綁在一起的時候 民進黨那時候苦口薄心 不然蔡主席也提出很多警告 甚至雙英辯論 結果看起來現在是誰比較正確 OK 是民進黨比較正確嗎 對台灣並沒有實質的幫助 甚至造成台灣的一個瓶頸 這個馬總統解釋的你們也沒有 所以兩岸關係發展到這個地步 我認為你可以看得到國民黨跟馬總統 躁進的一面 並對台灣沒有好處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說民進黨相對沉穩的一面 對於社會來說在當時並沒有被接受 所以這個是一個互動的過程相當複雜 不只侵扯到民進黨跟國民黨 侵扯到對岸 侵扯到美國 侵扯到國際對台灣認知 所以你時間沒到你講那麼多好嗎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要有一個重生 尤其是要學你現在講 就是說為什麼人家一直逼你的時候 你就不能太快講 逼你表態是有道理 像我們現在一直逼 我覺得他從來沒講過 所以中議員剛剛我就要回 我就要回中議員 講到重點了 對國民黨來說當然是這樣 但是如果你時間拉長到2012年去看 民進黨的態度 蔡英文的態度是對的 所以OK 因為大家會說你三年不講 可是當時美國不同意 所以他才會沒辦法當選 對 所以有可能那是一個因素 所以有可能那是一個因素 我必須要誠實 就是說當年我們畢竟輸了80萬票 沒有錯 但是現在拉到這個時空來看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必要被壓著走 沒有必要嘛 所以剛剛中議員有講了說 空心菜或什麼的 我跟大家報告 我們期許他被包心菜 在2012年是那個狀況 我們輸了我們要承認 但是如果你不是有內容 不管是不是包心菜或什麼菜 如果不是好菜 去年底民進黨不會選擇 不能這樣 剛才中議員說國民黨提出來 什麼三太子 我自己從來不講這些話 國民黨提出來的縣市長候選人 是當時最強 我們自我反省提的 所以大家保持一個反省謙虛的心 我覺得這樣最好 國民黨提出縣市長真的是最強的 除了基隆市以外 基隆市搞成那樣我也覺得很意外 你說吳志陽是市長 他是不是最強 他連任的對不對 新竹市長那也很意外 他也是連任的 你們靠那個林非凡把我們打敗 不是靠你們自己成長把我們打敗 你們什麼都沒做就贏我們了 有沒有 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國民黨這真的你要去反省 不能說國民黨那些連任失敗的人 或參選失敗的人是弱 而是說民進黨 我們有自己被信任的地方 即使有些部分大家還不認同 這個部分民進黨如果說好 大家不接受蔡主席這種 我時間到了 蔡要講 就會公佈這種方式的話 如果不接受 對選舉我們沒有幫助 對不對 但是你什麼東西都端到檯面上 譬如說像馬錫會 錫馬會也好 什麼東西都端到檯面上 對台灣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這一點是我們在兩岸關係上 必須要學習的 請再一個問題 我覺得第一個 去年九回一的選舉 我認為國民黨是輸給自己 並不是輸給民進黨 去年民進黨在選舉的時候 坦白講很多媒體也說 你也沒拿出什麼具體的 政策的主張 蔡英文的選舉方式也很傳統 就到處站台造勢 如此而已 也沒有在過程中提出 我各地要提出什麼樣一個 復興的方式 再來第二 我覺得兩岸的部分 我們執政績是滿意度最高 如果大家不相信你的執政能力 也不會輸 但是選前的話 你可以看到桃園市來說 如果國民黨的朋友 你們這樣想 我沒有意見 都有比例 但是你不是說 國民黨一定輸在自己 我反而對國民黨比較有信心 我看你們都每天消遣自己黨 也對自己沒有信心 這樣不好 民進黨的今年選舉不是穩贏的 我覺得兩岸關係的部分 我覺得蔡英文不能迴避 我覺得縱使 我認為今年的選舉 兩岸關係並不是主軸 可能不是討論主軸 但是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配角 而且我覺得不能說 到時候 請問你是要當選當天 你才告訴他說 我要走海杜坦剛路線嗎 我要蔡熙惠嗎 還是你要選前告訴他 我要不要蔡熙惠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會評斷的標準 好 我們待會兒回來談 所謂的到時候是什麼 第一個時候叫做 跟美國人見面的時候 這叫到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廣話回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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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